在接下來的七十二小時裡 我打算把自己 關在這全白的房間 來跟自己好好的相處 我感覺我才睡一小時了 真的太亮 我甚至不知道 自己有沒有睡著 我不知道 我覺得我現在 聽覺變得好敏感 我這樣只要聽到 弟弟聲音就變得超煩躁了 對 這個 就這個 是我換聽嗎 煩躁 我覺得我距離感變怪怪的 我站在四步外的距離啊 感覺它是 六步的 就差兩步左右的一個 距離違和感 我想說這個距離到底過多久了 十小時 二十小時 要走去 在接下來的七十二小時裡 我打算把自己 關在這全白的房間 來跟自己好好的相處 因為 我覺得我自己有病 發生了這麼多事情之後 我變得不喜歡跟人相處 我只喜歡跟自己講話 但我後來發現到 即使每天都愛跟自己對話 我也沒有那麼的了解我自己 所以今天 我想藉由在這個全白的房間 待七十二小時 不能用手機 只能跟自己相處的一個情況下 還好好的探索我自己 OK 來吧 現在的時間是 三月二號的星期三 然後是十二點二十七分 正常來講 下次見到你應該是 三月五號的十二點半 那在這七十二小時裡面呢 就是我 我們不會跟你有太多的互動 你所有的食物換洗 然後上廁所全部都在裡面 可以 那你等一下一進去開門 關起來 我們就會把門鎖起來 好 來啦 我要進去囉 哈哈 哈哈 我的天啊 所以 我接下來 從現在開始 我就是 完全都在這空間了 這邊是我的生活用品 然後它全部都是白的 然後這是我睡覺的床 等拖鞋 還有一隻全白的貓 然後 這個是我上廁所的空間 好啦 因為都在這全白的房間了 我還特別準備了白色的衣服 我認為這樣比較有儀式感 OK 我們來換衣服吧 欸 欸 欸 你知道嗎 我發現換完這身衣服之後 很有那個制服感 欸 我現在好興奮喔 你看 這兩顆燈真的有夠亮的 你們知道嗎 它們是直接射到我眼睛裡的 天啊 真的會讓我沒有 日夜的感覺 好吧 這是我今天的 來到這房間的第一餐 可是裡面有線欸 太酷了吧 等一下 我覺得我可以在那邊 活一輩子 無聊 欸 我發現啊 在這個床上的 壓迫感是最強烈的 其實啊 我很像還沒有跟別人分享過 就是 你們也知道我發生過 一件蠻大的事嘛 就是我的裸罩外流 但是其實 我跟你們老實說 我在裸罩外流的第一天啊 我就想開自己玩笑 只是那時候 不妥啦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我是那麼樂觀 呃 理論上我是個沒有情緒的人 我是為了這顆鏡頭 我才會把我的情緒放大出來 但是難免有時候啊 是真的有時候 我就會突然感覺到很難過 我就開始想哭 或突然感覺到超級煩躁 生氣倒是還好 而這時候就會突然 我腦中有另一個聲音跳出來 就是會跟我自己講說 欸 劉璇劇劇加油 噔噔噔噔 還是這樣跟我講話 我知道了 閉嘴啊 對 就有另一個我 我會跳出來安慰我自己 然後另一個我是沒有名字的 他沒有名字 我感覺我才睡一小時啦 真的太亮了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沒有睡著 我才繼續躺 我覺得我沒有睡好 我發生做這種挑戰啊 睡覺之後你的整個時間感 都會迷失掉欸 我要去廁所 我快要出來 對 我要廁所 我感覺應該有七小時嗎 那如果是七小時的話 現在應該是七點半 晚上七點半 欸 我感覺真的蠻簡單的欸 通常一個人類的極限是二十四小時嘛 然後我現在已經過七小時了 放股現在確實在某一些疾病 精神科相關 先行科相關的疾病呢 確實都有那麼一點點的傾向 那它的傾向的指數 我老實說也不會說到非常非常低 十分最慘 零分沒有 它可能都在兩三分 兩三分這樣子 所以有可能會因為這個過程 變成六七分 這是我會擔心的 噔噔 你聽得到嗎 那樣從那邊吧 我不知道 我覺得我現在 聽覺變得好敏感 我這樣只要聽到一滴滴聲音 就變得超煩躁了 呵 怎麼可以那麼吵 天啊 對 這個 就這個 是我換聽嗎 煩躁 我覺得可能真的是因為 在一個空間待久 你會變得很敏感 所以 對對一切的事情 都會變得很煩躁 好大聲 那那個電源恢復了 我有個感覺超強烈的 就是每次我只要 我只要眼睛睜開來的時候 我就感覺我 我不是回到現實 我是回到夢中的感覺 我反而覺得我 夢中的才是現實 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的狀態比較有點 一半在睡覺 一半在幻想 很奇妙的感覺 我覺得我目前還沒有了解到我自己了 接下來啊 我想要試著跟自己多對話一些 你就這樣 我覺得我距離感變怪怪的 我站在四部外的距離啊 感覺它是 六部的 就差兩部左右的一個距離為何感 我想要出去都已經過多久了 十小時 二十小時 要出去 誒 哈哈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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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 噔噔噔 你到底莫是無敵鐵 進攻 誒我剛發現到 我有一點點想到 想要出去的內套 一點點 很小 但是 這是我 呃 從挑戰到現在第一次有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想要出去玩呢 還是是 我覺得真的很無聊 無聊到我真的想要出去玩 誒各位 我要冬眠了 晚安 呵呵呵 XX 我知道幹嘛 現在好浮躁喔 基本上放火他在這個過程當中 可能會逐漸的開始因為疲倦 然後是非分明不了 黑白分明不了 他可能會開始產生一些 放大自己的身體裡面的對話 他可能會有一些幻覺的產生 那如果經歷這個過程當中 他沒有辦法好好地休息 我擔心其實他可能會 真的也會有 身體上面明顯的影響這樣子 我覺得我失眠了 真的 然後我覺得以後煙 煙燻犯得超嚴重的 我通常如果睡不著或失眠 我就是 去看小書麻 或者是抽煙發呆 炫 纖百的 我現在預估 應該已經 過了 runIGN 四十一小時 同時的我也會很懷疑我自己 你知道嗎 還是其實 只過二十四小 呵呵呵呵 吃七次了 應該會超過24小時啦 大家一直說24小時很難 我會覺得24小時我到底過了沒有啊 好煩躁 真的好煩躁 喂 我快大出來了 我不想上廁所 我不想上廁所 我感覺這挑戰有快完成了 所以我就越來越急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我要趕快睡著 這樣我睡著起來就快 就離成功更接近一步 但越是這樣我越睡不著你知道嗎 我要睡著 我覺得這一餐應該會是 我在這裡的最後一餐 我感覺啦如果我沒算錯的話 我希望我算對 可以放火 我跟你溝通一件事情好不好 好 我等一下再跟你講原因 你可不可以老實跟我講 你現在目前的進行 不要給我逞強 因為其實你發生很多事情嘛 然後你一直想要去逃避人群 所以我就做一個 完全逃避人群的環境給你 你感受完之後你自己覺得呢 我覺得很好啊 等一下 太突然了吧 我成功了 我不管 我要說 我成功了 我們今天是三月二五號的下午兩點 對不起 欸 是不是 在這七十二小時中 我經歷了興奮 不安 自我懷疑 跟變臨崩潰 但也在這過程中 我一步步的接近了自己的內心 我更加認識了放火這個人 或者更準確的說 我更加認識了李玉群這個人 某些部分讓我感到釋懷 也有些讓我感到 驚訝 無論如何 我想我有更加喜歡 也更能接受真正的自己 其實可能只有一點點 希望你們也是